Welcome to Interesting,我是你们的情依 在小孩子的天马晴空的想象中 汽车可以长出翅膀,天空是它的跑道 天地之间道路分明就不会堵车了 而在脑洞轻奇的日本把这种想象力变成了现实 打造这辆汽车的新创公司名为Cardivator 它汇聚了30多位日本工程师 其中一些还是来自丰田的青年才俊 该公司于2014年在通过众筹募集超过260万日元后 打造出了第一款全尺寸样机名为Sky Driver的飞行汽车 Sky Driver只有9.5英寸长,4.3英寸宽 配有三个轮子,一个发动机和四个转子 能从马路上垂直起飞升降,无需跑道 飞行时速最高可达62英米,可离地面32英尺以上 虽然Sky Driver飞行汽车还处于早期开发阶段 但是由于日本年轻工程师Tobasana Kamruva的团队 希望明年年末就能进行载入测试 他们想赶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前完成 希望给人们提供新形式的交通工具 以避免地震造成的人员伤害 除此之外,该团队还有一个目标 就是将他们的飞行汽车做成全球最小的电动飞行器 这样就能在空间紧张的城市使用了 同时他们还希望2025年就能正式将该车推向市场 飞行汽车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道具了 如果日本真的在2020年将飞行汽车投入使用的话 那么日本在民用交通工具方面 真的要遥遥领先全球了 欢迎走进Tristing 好场玩有剧多逼的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的有没时间解释了快想吃 事情 的 中文字幕——YK